第38回 定三分龙中决策 战场将孙氏报仇 却说玄德防孔明两次不遇 欲再往访之 关公曰 兄长两次亲往拜业 其离太过矣 想诸葛亮 由虚名而无实学 故避而不敢见 雄何祸于私人之甚也 玄德曰 不然 西齐桓公遇见东郭野人 无反而方得一面 况无遇见大贤也 张飞曰 格格差矣 两次村夫合足为大贤 今番不需哥哥去 他若不来 我只用一条麻绳负将来 玄德赤曰 如其不闻 周文王爷将此崖之事乎 文王且如此敬贤 如何太无礼 今番如休去 我自语云长去 非曰 既两位哥哥都去 小弟如何落后 玄德曰 如若同去 不可失礼 非应诺 于是三人乘马 引从者往笼中 离草庐半礼之外 玄德便下马步行 正欲诸葛君 玄德忙失礼 问曰 令兄再庄否 君曰 作目方规 将军今日可与相见 言霸飘然自去 玄德曰 今番侥幸得见新生意 张飞曰 此人无礼 便引我等到庄也不妨 何故静自去了 玄德曰 比各有事 岂可相强 三人来到庄前叩门 童子开门出问 玄德曰 有劳先童转报 刘备专来拜见先生 童子曰 今日先生虽在家 但今在草堂上 昼寝未醒 玄德曰 既如此 且修通报 吩咐官童二人 只在门首等着 玄德徐步而入 见先生 仰卧于草堂击席之上 玄德 共立阶下 伴上 先生未醒 官童在外历久 不见动静 入见玄德 犹然势力 张飞大怒 未云长曰 这先生如何傲慢 见我哥哥势力接下 他竟高卧 推睡不起 等我去屋后 放一把火 看他起不起 云长再三劝住 玄德仍命二人 出门外等候 望堂上时 见先生翻身将起 呼又朝礼壁睡着 童子预报 玄德曰 且恶惊动 又立了一个时辰 孔明才醒 口音诗曰 大梦 谁先诀 平生 我自知 草堂 春睡足 窗外 日迟迟 孔明银罢 翻身问 童子曰 有俗客来否 童子曰 刘皇叔在此 立后多时 孔明乃起身曰 何不早报 上戎更衣 避转 避转入后堂 又半赏 方正衣冠出盈 玄德见孔明 身长八尺 面如官玉 头戴官巾 身披荷长 飘飘然 有神仙之盖 玄德下拜约 汉氏莫咒 卓俊于父 久闻先生大名 如雷贯耳 左两次进夜 不得一见 一书见名于文迹 为神得入兰否 孔明曰 南阳野人 疏懒姓成 吕蒙将军网林 不生愧难 二人续礼弊 分宾主而作 童子献茶 茶坝 孔明曰 左官书役 足见将军 忧民忧国之心 但恨量 年幼才术 有误下问 玄德曰 司马德操之言 虚原职之余 其虚谈哉 往心声 不弃笔剑 屈赐教会 孔明曰 德操原职 士之高士 两乃已耕夫耳 安敢谈天下士 二共谬局矣 将军奈何 舍美玉 而求完食虎 玄德曰 玄德曰 大丈夫抱 京士奇才 岂可空老于 林泉之下 愿先生 以天下苍生 为念 开背 鱼鹿 而赐教 孔明孝曰 愿闻将军之志 玄德秉人 促席而告曰 汉世轻颓 奸臣切命 北不量力 与身大义于天下 而置数短浅 岂无所救 为先生 开其余 而整其恶 实为万幸 孔明曰 自东桌造孽以来 天下豪杰并起 曹操 士不及袁绍 而竟能克绍者 非为天使 亦亦人谋也 仅曹以拥百万之众 携天子 以令诸侯 此成不可与争锋 孙权 俱有江东 以利三世 国显而民富 此可用为原 而不可屠也 荆州 北俱汉免 历尽南海 东连无快 西通八蜀 此用武之地 非其主不能守 时代天 所以资将军 将军 其有一乎 亦州显赛 卧野千里 天府之国 高祖阴志 已成帝业 仅刘章暗若 民阴国父 而不知存续 智能之士 思得明君 将军记帝氏之咒 信义 驻于四海 总乱英雄 思贤如可 若跨有精益 包其阎祖 西河诸荣 难抚一跃 外截孙权 内修正礼 待天下有变 则命一上将 将荆州之兵 以向渊落 将军身帅 一州之众 以出秦川 百姓 又不单四湖江 以迎将军者户 成如是 则大业可成 汉事可兴议 此量 所以为将军 谋者也 为将军图之 言罢 命童子取出 画一轴 挂于中堂 只为玄德约 此西川 五十四州之图也 将军续成罢业 北让曹操占天时 难让孙权占地利 将军可占人和 先取荆州为家 后即取西川 建基业 以成顶足之事 然后可图中原也 玄德文言 必惜拱手谢约 先生之言 顿开茅塞 是非如波云雾 而渡青天 但荆州刘表 义州刘长 积汉氏宗姓 北安人夺之 孔明曰 两夜观天象 刘表不久人世 刘长 飞丽丽业之主 酒后必归将军 玉州当日 探孤穷 何姓南阳 有卧龙 玉时他年 分顶处 先生孝之 画图中 玄德拜晴孔明曰 背随名为德博 愿先生不弃笔剑 出山相助 被荡共听明会 孔明曰 两酒乐耕除 懒于应试 不能奉命 玄德弃曰 先生不出 如苍生河 言必泪沾袍 衣襟尽尽 孔明见其意甚成 乃曰 将军既不相弃 愿笑全马之劳 玄德大喜 遂命观章入 拜献金箔礼物 孔明故此不受 玄德曰 此非聘大贤之礼 但表刘备寸心耳 孔明方寿 于是玄德等 在庄中供诉一宵 此日诸葛君回 孔明主赴曰 无受刘皇书 三顾之恩 不容不出 如可恭耕于此 武德荒无田母 待我恭成之日 即当归隐 后人有诗探约 身未生藤 思退步 功成英意 去食言 只因先主 丁宁后 星落秋风 五丈远 又有古风 又有古风一篇曰 高黄手提三尺雪 芒荡白蛇 夜流血 平秦灭楚 入咸阳 二百年前 积断绝 大灾光五星落阳 传至环陵 又崩裂 现帝千都 姓许昌 纷纷四海 生豪杰 曹操专权 得天使 江东孙氏 开红叶 孤穷玄德 走天下 独居心也 愁民恶 南洋卧龙 有大志 腹内雄兵 分正齐 只因徐树 临行语 毛炉三故 心相知 先生耳食 年三九 收拾琴书 黎龙母 先取荆咒 后取川 大战荆轮 补天手 纵横舌上 孤风雷 谈笑胸中 唤星斗 龙香虎视 安乾坤 万古千秋 明不朽 玄德等三人 别了诸葛军 与孔明同归心也 玄德待孔明如师 实则同桌 寝则同踏 终日共论天下之事 孔明曰 曹操 曹操于济州 坐玄武池 以练水军 必要亲江南之意 可密令人过江 叹听虚实 却说 孙权自孙策死后 聚注江东 成父兄姬业 广纳贤士 开宾馆于吴快 命雇佣张红 沿街四方宾客 连年以来 你我相见 时有会计看则 自得润 彭承严俊 自曼财 沛县薛宗 自敬文 汝阳成饼 自得书 吴郡诸桓 自修墓 陆继 自公继 吴仁张温 自会树 乌商骆统 自公续 吴成吴灿 自孔修 此树人皆至江东 孙权 敬礼甚厚 又得良将树人 乃汝阳吕蒙 自子明 吴郡陆逊 自博言 狼牙徐胜 自文相 东郡攀章 自文归 卢将丁凤 自成渊 文武诸人 共襄辅佐 自此江东 称得人之胜 建安七年 曹操破元绍 前十往江东 命孙权前子 入朝随嫁 权 犹豫未决 吴太夫人 命周瑜张昭等 面议 张昭曰 曹玉令我 前子入朝 使千至诸侯之法也 然若不令去 空其兴兵 下江东 势必威矣 周瑜曰 将军 成父兄一夜 捡六郡之众 兵经两足 将士用命 有何逼迫 而欲宋志于人 志一入 不得不与曹氏联合 彼有命诏 不得不亡 如此 则建志于人也 不如物浅 徐观其辩 别以良策欲之 吴太夫人曰 恭谨之言 是也 权遂从其言 谢使者 不前子 自此 曹操 有下江南之意 但正指北方 魏宁 无暇难争 建安八年 十一月 孙权引兵 伐黄祖 战于大江之中 祖军败继 全部将陵操 青州 青州当先杀入下口 被皇祖部将 甘宁 一箭射死 灵操子灵统 十年方十五岁 奋力网夺 附师而归 全 见 风色不利 收军还 东吴 却说 孙权帝 孙义 为丹阳 太守 义 姓刚 好久 最后 常鞭榻 士卒 丹阳 都将 归懒 郡成 代元 二人 常有 杀意 之心 乃 与义 从人 鞭红 结为 心腹 共谋 杀意 使 诸将 县令 积极丹阳 亦 赦宴相待 亦 期徐事 美而会 极善补义 世日 补一挂 齐向 大凶 劝亦 悟出 惠客 亦 不从 遂语众 大会 至晚 习散 边红 带刀 跟出门外 急抽刀 砍死 孙义 归懒 带元 乃归罪 边红 斩之于事 二人成事 鲁翼 家自 侍切 归懒 见徐氏 美貌 乃 魏之曰 无畏辱夫 报仇 辱当 从我 不从 则死 徐氏 曰 夫死 未己 不忍 便相从 可待之 惠日 设计 除福 然后 成亲 未迟 懒 从之 徐氏 乃密 赵 孙义 心腹 旧将 孙高 傅英 二人 入府 气告 曰 哼 先父在日 常言 二宫 忠义 经 归待 二贼 谋杀 我夫 只归罪 边红 将我家子 同壁 进阶 分去 归来 又欲 抢占 切身 且已 诈许之 已 安 其心 二将军 可 差人 星夜 报之 吴侯 一面设秘迹 以徒二贼 学此 愁辱 生死 贤恩 言必 再拜 孙高 傅英 皆 启曰 我等平日 敢 父君 恩育 今日 所以 不及 死难者 正欲 为报仇 继而 夫人 所命 敢 不孝力 于是密 前 心腹 使者 网报孙全 至会日 徐氏先召孙父二人 浮于密室帷幕之中 然后设寄于堂上 寄闭 即除去校服 沐浮于熏香 浓妆艳果 言笑自若 归懒 闻之甚喜 至夜 徐氏浅避且 情懒入府 设席堂中 饮酒 饮记醉 徐氏乃腰懒入密室 懒喜 沐浮于 沐浮于 徐氏大呼 曰 孙父 二将军 何在 二人 急从帷幕中 持刀跃出 归懒措手不及 被傅英一刀 砍倒在地 孙高 再负一刀 登时杀死 徐氏 傅传 请代元 赴宴 元 入府来 至堂中 亦被孙父 二将所杀 一面 使人诸禄 二贼家小 及其余党 徐氏遂重穿校服 将归懒 代元首级 寄于 孙义陵前 不一日 孙权自领 军马至丹阳 见徐氏 以杀 归代二贼 乃封 孙高 傅英 为衙门将 另首丹阳 去徐氏 归家养老 江东人 无不称徐氏之德 后人有失赞悦 才结双全 事所无 奸回一旦 受催除 雍臣从贼 忠臣死 不及东吴 女丈夫 却说 东吴各处 山贼 尽皆平复 大江之中 有战船七千余支 孙权拜周瑜 为大都督 总统江东 水陆军马 建安十二年 东十月 全母吴太夫人 病危 赵周瑜 张昭二人 至 未曰 我本无人 幼王父母 与帝武警 西居月中 后嫁于孙氏 生四子 长子侧生时 无梦月入怀 后生四子全 用梦日入怀 不惹云 梦日月入怀者 岂子大跪 无姓 策早丧 尽将江东 积业复权 望宫等 同心住之 无死 不休矣 幼主全约 如是子不恭谨 以师父之礼 不可怠慢 无媚与我 共嫁辱妇 则亦辱之母也 无死之后 是无媚 如是我 辱媚 亦当恩养 则家序 亦家之 言气 岁终 孙权哀哭 据丧葬之礼 自不必说 只来年春 孙权商议 欲罚皇祖 张昭约 举丧未及积年 不可动兵 周瑜约 报仇雪恨 何待积年 权 犹豫未决 是平北都尉 吕蒙入见 告权约 某把龙丘水口 忽有皇祖部将 甘宁来详 某戏寻之 宁自兴霸 把郡临江人也 颇同疏实 有气力 好游侠 常昭和亡命 纵横于江湖之中 腰玄同灵 人听灵声 尽皆蔽之 有常以西川锦 做藩漫 诗人 皆称为锦帆贼 后会前非 该行从善 引众头留表 见表不能成事 即欲来头东吴 却被皇祖 留住在下口 前东吴破祖时 祖得甘宁之力 救回下口 乃戴宁慎伯 都督苏妃屡见宁于祖 祖曰 宁乃洁江之贼 岂可重用 宁因此怀恨 苏妃知其义 乃知久邀宁到家 未知曰 吴建功数次 乃朱功不能用 日月余迈 人生计何 一字远途 吴当宝宫为朱县长 自作去旧之计 宁因此得过下口 遇到江东 恐江东恨其旧皇祖 傻灵操之事 某巨言主公 求贤若渴 不计旧恨 况各位其主 又何恨焉 宁欣然引重渡江 来见主公 其君旨定夺 孙权大喜曰 无得兴霸 破皇祖避意 遂命吕蒙 引甘宁入见 参拜已毙 全曰 兴霸来此 大祸我心 岂有记恨之礼 情无怀疑 愿叫我 已破皇祖之策 宁曰 今汉座日威 曹操终必窜窃 南京之地 曹所必争也 刘表无远律 其子又余猎 不能长夜传击 民工已造图治 若迟 则操仙图之意 今已先去皇祖 苏今年老荤脉 物与获利 亲求利民 仁心皆怨 占据不休 均无法律 民工若往公治 其事必破 击破祖军 孤行而息 据楚官 儿徒八蜀 把业可定也 孙全曰 此金玉之论也 遂命周瑜为大都督 总水陆军兵 吕蒙为前部先锋 东西宇甘宁为副将 全自领大军十万 征讨皇祖 细作探之 报之江夏 皇祖极聚重商议 领苏妃为大将 陈旧邓龙为先锋 尽其江夏之兵营敌 陈旧邓龙 各引一对蒙冲 截住棉口 蒙冲上各射强攻应弩 千余章将大锁 既定蒙冲于水面上 东吴兵制 蒙冲上古响 弓弩齐发 兵不赶进 约退数里水面 甘宁未动席 甘宁未动席曰 事已至此 不得不尽 乃选小船百余之 每船用精兵五十人 二十人撑船 三十人各批一甲 手指钢刀 不必使时 只指蒙冲旁边 砍断大锁 蒙冲碎横 甘宁飞上蒙冲 将邓龙砍死 陈旧弃船而走 吕蒙建了跳下小船 自举鲁罩 直入船队 放火烧船 陈旧急待上岸 吕蒙舍命赶到跟前 当兄一刀砍翻 笔级苏飞 引军于岸上接应时 东吴诸将一起上岸 势不可当 族军大败 苏飞落荒而走 而遇东吴大将攀张 两马相交战不述河 被张生擒过去 竟至船中来见孙权 全命左右 以剑车求之 待活捉皇祖 一并诸禄 催动三军 不分昼夜 攻打下口 正是 只因不用金藩贼 指令冲开大锁船 为之皇祖胜负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